马太福音22章16节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 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 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这段经文讲到法利塞人打算陷害耶稣 就派人去问耶稣 是否可以纳税给罗马皇帝 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 是要试探自己 就要他们拿出一个纳税用的钱 表明了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的回答 一方面肯定了国家权利的正当性 也肯定了基督徒应该纳税给国家 一方面却也表明国家的权利不是可以无限上纲的 属于上帝的事物是国家所不应该潜阅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的导读经文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 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 说 父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的 传神的道 诚实人 原文是真实的诚实的意思 诚诚实实 传神的道 原文是在真理中 教导神的道的意思 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 原文是你都不在意任何人的意思 人的外貌 原文指的是人的面 所以若按原文直接来翻译这一节经文 应该说 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诚诚实实的教导神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在意 因为你不看人的脸面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 因为他是诚实的 所以他所说的话 所传的道 也是诚诚实实的 但愿在这个虚晃 不诚实的时代 主帮助我们 言行举止 都是诚诚实实的 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那因信基督 而有的诚实的生命 有的诚实想